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人标题,也是改善,因太儿陈小春2021年离婚,孙丽邓朝2020年女方梅花韵,文北方,朱矮,娱乐圈,也需要人监督, 但目前还没有常态的正式的监督机制,所以狗仔跟踪偷胎,就有了双重功能,已是满足时光群众好奇心,而是曝光乱象,起到一定的正确作用,但跟踪偷胎很容易过界,这也是中国第一狗仔卓尾一再起伏,起起伏福的原因所在。 而除了狗仔,一些专家爆料或者评论者,通过导、评、对等方式,对明星也形成了一种制约,比如王思聪、黄一青、此前的金星等等,宋祖德最后就是多数时候为蹭热度的宋祖德了。 宋祖德说,宋祖德讨人嫌,但有时候确实长得高,看得远一些,他的供货留给后人评价。 除了宋祖德,还有一位中国作家刘信达,刘信达除了队以外,还看风水,测八字,俗称算命。 这个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玄乎了,刘信达,比如1月23日,刘信达就给娱乐圈两对模范夫妻算了一下,一对是英彩儿陈小春,一对是孙丽等潮。 对英彩儿陈小春,刘信达称,英彩儿2021年会跟陈老头离婚,英彩儿陈小春,刘信达甩锅粉丝车,因粉丝的强烈要求,给英彩儿和陈老头排了八字,初步预测他们202,一年6月左右离婚,刘信达也不希望他们离婚。 但有些东西命理注定,不服不行,刘信达微博,这个都能算出来,而对孙丽和邓超,刘信达似乎嘴下留情了,表示,邓超孙丽还能走多远。 邓超孙丽,刘信达还是借粉丝说话,表示批了邓超孙丽的八字,断定他们10年内不会离婚,但在2020年会有一次比较大的感情风波,是女方的梅花月引起的, 但不会造成离婚,刘信达微博,这意思是说,群里2020年有梅花月,街头明星,对明星都可以,有一说一即可,刘信达这种算命的玩法,有点不科学,不厚道甚至不道德,你觉得对吗?